29块9包下一个景区是什么感觉 神州名声任远行文史古迹也多情 背后 承阳百福安 史鉴俱今 900多年 百福安位于承阳区西福镇百福香园景区内 门票29块9 从景区门口走到百福安 大约需要20多分钟 这里有山有水有花香就是没人 紧挨着景区的院墙就是别墅区 据说这些别墅500万一套起步 说实话这个地方适合溜娃 有一些小孩子玩的娱乐设施 这里处于铁骑山南路 古代称它为伏基山 秦朝设置的伏基县德明就源于此山 唐太宗李世民东征高丽棒子 曾在这安营扎寨筹备粮草和船只 君旗就插在山顶 所以人们称这座山为铁骑山 后来因为远望酷似君马 于是演绎为铁骑山 在这行走大约10分钟 就是第1个看点 杜曹 百福杜曹建成于1980年 由于当年劳山水库水量稀少 需要将书院水库的水引到劳山水库 也为了便于灌溉附近村庄的菜地和果园 于是村与村之间合作 用石头和水泥 浇筑起了这座杜曹 当时建造所用的石头 全部是由人力使用手推车运送 而且这座长约180米的杜曹内部 没有一根钢筋 都是用竹坯子代替的 再往上走 就是这里的第1个石窟 百福古石窟 根据专家考证 应该是隋唐时期的高僧 早时而见 石窟是源于佛教提倡的顿式引修 所以一些高僧会在人际罕至的地方开造石窟 而面前的这个石窟 肯定很长时间工作人员没来打扫过了 里面居然有一只猫 不知被什么凶猛的野兽袭击了 头都没了 戴着口罩都能闻到一股恶臭 果断溜了 顺着道路走到头 就是百福安 现在是山东省级文保单位 其实我就是为了百福安来的 结果走到了 才知道居然没有开门 门外阴凉之下有两只羊羔和一只大羊 小羊看起来非常可爱 大羊则一直盯着我 好像是我闯入了他的地盘 如今望向这里只能感叹 隔墙徽瓦见萧条 三无小羊生计聊 根据劳山志记载 百福安创建于宋宣河年间 是由两位尼姑所见 最初他们是在淬源洞中修行 后来慢慢的在洞旁建起了简陋的房屋 当时的这里信奉佛教 于是取名百福安 明末清初倒是蒋青山迁到了这里 将荒腿的百福安 扩建后改奉道教 以奉银百福 而以名为百福安 在百福安中 还有两处石窟 一处叫淬源洞石窟 另一处叫草芳斋石窟 不过我们今天 确实没办法目睹他们的真容了 这里最有看点的应该就是和两位女人有关 一位叫令婉玉 另一位叫养燕姬 这两位呢 是明朝最后一位皇帝 崇祯皇帝的两位妃子 他们是能歌善舞 琴棋书画 那是样样精通 1644年 李自成攻进了北京 这两位妃子就在令清 这位太监的保护下 化妆成为的乞丐 就逃到了东海劳山 首先 他没有来到这里 而是去到了修真安 修真安属于内山派 平常是不允许你奏乐的 所以到了清顺之的二年 这里的道长 也就是蒋青山 到了修真安之后 就见到了这两位才女 于是邀请这两人到百福安来研究道乐 所以这两位妃子就跟着这位道长来到了这里 并且他们出前 扩建了这里边的淬源洞 作为他们的居室 杨燕姬是山西宁武官人 相传他是春秋时楚国大夫养游姬的后裔 他自幼不仅擅长吟师抚琴 还读过兵书善于武剑 崇真帝继位后将其选入宫中为妃 令婉玉则是崇真帝内侍太监令清的侄女 同样是歌舞生肖样样精通 起初在宫中任乐女 后来因为财貌出众成为了妃子 但是我查了证实 崇真皇帝的妃嫔里面没有这两位 这个现实可能比较难接受 我们还是按照故事继续讲下去吧 他们二人在百福安隐居一段时间后 听说清朝廷国事大定 对明朝官患并不追究 于是他们和令卿回到北京 祭奠明皇先陵 当得知崇真帝在眉山自义身亡的详情后 两人想到昔日与君王的恩情感慨万千 痛不欲生 在北京逗留几天后 便返回了百福安 回来后 杨燕姬把对崇真的悼念之情 写成了一首短歌 提名李恨天 面前一丘土 遥望天边万重山 山阁万重容易见 土阁一寸 不团圆 王室北定中原日 迅国密地 共君欢 半君共登 离恨天 这个曲牌名一语双关 借此寄托家国之恨 两个亡国的女子 只有用自己的血泪 谱写一曲壮美的悲歌 清孙之四年 崇真遇难三周年大忌 他们两人通过蒋青山等人 组织外山派道士乐队 演奏了这支大悲曲 从此离恨天 便成为 劳山外山派道士应封乐的重要构成部分 后来养燕姬又写出了另一首缅怀崇真帝的词曲 也就是六问青天 偷生在人间 别嫁十七年 梦魂一次未团圆 幻想是渺然 其手问青天 青春至18年的3月19日 也就是崇真皇帝的17周年纪念日 在养燕姬和令婉玉的主持下 劳山各庙的道士组成了一支庞大的乐队 然后在百福安举行了一场盛大的祭道活动 他们当时演奏的曲目就是养燕姬和令婉玉 胡写的六问青天 也就是在演奏结束的这天晚上 两人相携就走出了安门 到对面的山澳里 就吊死在了一株古松上 他们以同样的方式追随的这个崇真皇帝就去了 实现了他们所谓的半军共登离恨天的誓言 两位妃子去世 但是他们留下的道乐曲牌延续了下来 从此琴声静流转 青山依旧远喧 根据劳山志记载 历史上每逢正月十六就是这里的传统庙会 十里八乡的人们都会聚集在此 抗日战争时期 这座历史悠久的道观 饱受日本侵略者的摧毁 曾经几分钟就扔下两枚炸弹 炸弹爆炸的气浪 居然能把整条十台阶 掀到大殿的房顶上 当场炸死四五人 所以当时摧毁了很多房屋 原来这里没重修的时候 能看到残垣断壁和大殿内的壁画 后来重修后 就变为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样 昔日香火旺盛的庙会 与曾经弥漫的硝烟 已成为历史的回音 如今的百福湾退去了往日的繁华 更像是一位经历了风霜的老人 静静的卧在这里 一次旅程三五故事 关于百福湘原景区就为大家分享完毕了 百福湾没能进去 确实有点遗憾 如果你喜欢远的视频 记得点赞关注评论转发哦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如果我们下个视频 还记得点赞关注评论转发哦